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小爷她不喜欢一海叔 她喜欢上别人了 那人也选我小爷 可是 什么可是啊 小孩子懂个屁 妈 是真的 我小爷她不正常了 你胡说 你小爷是为一海叔的事愁的 她在想法设法 为一海叔的事恢复正常 我小爷那就是不正常了 她卷上教我小提琴的康老师了 一海叔的事就像一团乱麻 摘不住头绪来 孩子 你可千万别嚷嚷 要是让他们听见了 咱就麻烦大了 是真的 那老师姓康 叫康胜利 那老师姓康 让儿子给说着了 让儿子给说着了 那老师姓康 哎呦 行了吧 哎呀 去一边去吧 那我多愿意掺着你呢 臭眉 你怎么跑咋来找我了 这样多危险 有什么危险啊 不就是一破剧团吗 又不是微虎筛 就是土匪我我都不处 有什么事咱回家做行了吧 回哪儿啊 回你那兔子窝你敢吗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等我养完处了 我再跟你好好聊行吧 我等不及了 就俩小时你都等不及啊 我等你多少个小时 你算过吗 二十四乘以三百六十五 再乘以七 是多少个小时啊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待会儿再算行不行 你看现在时间快到了 不行 你今儿要不给我答复 你不要走 我求求你了 行不行啊 我演完猪 我一定跟你好好聊聊 行行行行 赶紧走吧 我就知道 你是个通经达理的人 谢谢了啊 甭客气了 赶紧走 哎 反正你们领导我也不认识 我一会儿我就上台找你们团长 我就跟你们团长说 我也要当娘子军 然后我就上台找那个 那个什么洪长青 我就跟战士们一块跳啊 跳我就跳你 乐翅我一把掐死你 哎呦 你党这是幼儿园哪 我知道你不信 但是我了解我自己 不信你等着瞧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行了 我赶紧去啊 小姨就是这样一个不现实的人 在她的词典里 现实与梦想没有差别 也没有界限 这样的人肯定是幸福的 虽然她没有获得 我们所理解的 真正意上的幸福 但是我不愿意 往别的地方想 我只愿意顺着她的思维 去理解 去想想 体会她的快乐时光 你这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着 是不是在哪儿 找着犯折了 家里有病人 缺了我不行 这位两个够发挥了 缺了你啊 还真不成 坐这儿吧 上次你这是因为她鞋的检查 别再招事了 坐这儿啊 你看我这 不用嘱咐 人长什么样我记不住 脑型我可忘不了 小魂上机明确规定啊 黎哥你甭为我担心了 现如今剃头挑的是绝了计了 大不了我走街串巷拿换头 总不能不让我活了吧 大宁可得告诉我您住呢 大学徒头一天起 我师父就教我 甭管什么年头 饿不死的就两种人 剃头的跟皮酱 吃的喝的我给她备好了又走了 总得让我干活吧 有什么话回家说吧 我这儿工作呢 不是老叔 我有话 你出来我单独和你说一下 不想听 下了夜班你回家睡觉 你不嫌累啊 我不累 我一听见康生理这个混蛋的名字啊 我就闹心 从七年前啊 你跟他学那把破天惊喜 我就断定你们俩这辈子没戏 知道吗 俗人都这么说 我俗 他不俗 他大雅 那为什么一去不回头啊 连口径都没有 文明人能干出这种事吗 他下放了 那地方偏远 通信部发达 再说了 他自由都受到限制 没法给我写信 那他回北京 为什么不跟你联系啊 我调动工作了 他找我没找着 你小姑娘了吧 他的话也就是你姓 你调动工作不假 调到哪儿 到服务局一查就能查到了 服务系统 除了理发店也就是澡堂子了 到哪儿都能找得着你 再说了 你调动工作不到两年 之后不就回来了吗 他是个遗婚者 他要找一个未婚的小姑娘 他能上街上敲锣打鼓去 动动起降起 动动起降起 我要找风爽 我要找风爽 行行行行啦 我的姑奶奶 别整这么大的动静 成不成 康生你这个人啊 要个有个 要财就有财 脏嘴一套一套 没有他不知道的 瞧他人不一样 就命中犯桃花的主 但凡谁招上他 没有一个不吃亏的 吃什么亏啊 我告诉你吧 他昨天都亲口答应要娶我了 我能吃什么鬼啊 娶你 那是他骗你 他亲口跟我说的 我刚从他们团里回来 他说那是被你吓的 没辙顺者说的 他还说 他要是不同意啊 你就要咋吵子炸台 听得胡说八道呢 我又没炸药炸什么台 何爽 听姐的一句劝 就当七年前做了一场梦 忘了也就忘了 成了 别争她自个儿了 我现在心里想想 心里也憋屈 我姑娘我今儿想找个猪 把她咔嚓了 不会是我吧 谁说我不高兴 我就拿谁开刀 真的 你看我也没找您 没热您不高兴啊 我是没手里的痘啊 可不长眼睛 慢点儿 慢点儿 小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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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搭把手来 好 来过来搭把手 来来来 来 慢点儿 慢点儿 好 来 过这儿行 慢点儿 没事吧 慢点儿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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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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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爸爸床上 咱们好放东西 弄什么事啊 干什么去啊 这床板不是在后车上的吗 在后车呢 抬进来 搬进来就行 我当是派出所 搬我们院来了呢 这不是三儿吗 可你怎么不提前言一声啊 老派长 对不起啊 别怪我 这不没忙完呢吗 我说忙完了以后 咱们俩家一块坐坐 好好好 行 老派长 您不是住北国吗 这是 烦心事 别提 一提我就一脑门关 老陆 来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老派长 小陆 是 我们见过 是 来来来 我来 是是是见过 见过 瞧我这脑子 见过见过 上达 来 叫大爷 杨大爷好 不是 这 这也见过 你们中午不起火了吧 咱们家吃包子吧 不不不 有富裕 还有几个战友 您忙 您忙 咱有时间 有时间 行行行 有帮忙的 那你们一块儿吧 好好好 你们一块儿 我这 好 好 那天我充分体会到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八个字的丰富内容 因为自从墙表事件发生后 善达就转学了 仇人不见了 眼睛也就失去了发红的理由 可没想到 小鬼还是撞到阎王爷门下 我跟弟弟乐疯了 baba 哥哥 你要不然算了 哥哥 那天晚上 善叔说庆祝乔迁 请我们全家吃饭 我跟弟弟借故没去 那个年代 我们最熟悉的电影 是地道战和地雷战 玩点小花活 不是难事 别管是好事坏事 他都往一块儿堆赶 那天晚上还发生了 另一件蹊跷的事 让我百思不得气劫 你好 皮边鸟太小了 还有那次 打世界招那回 急行军 我睡着了 睡得那个像啊 您还有这功夫呢 不是 光吃饭没睡觉 受不了了 人又不是机器 就算是机器 他不也得歇歇嘛 是 说的不是嘛 我就走啊 走啊 睡啊 睡啊 这两脚半算 这两脚半半半半 你猜怎么着 猜是天文讲了 不是 掉沟里了 你又接着睡 爸 这个您都快 讲沟一百遍了 哎呀 别打掌 我们老排长 就你姐夫 给我捏了鼻子 我这一记忆 可照个你咋点 就是天文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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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没醒对吧 张着嘴喘气 老没醒 你咋完没完啊 就照我这儿 半久一下 我一记灵 顺着就是一脚 给我踹个队伍里的去了 哎呀 姐夫啊 对你同志 真是春天般的温暖啊 连个踏实觉都不让人睡 不是 不是 我们老排长不是 不是这种人 打仗冲锋 永远冲在前边 一点不含糊 大小姨 今儿我敬礼呗啊 今儿不喝酒啊 你又不会没瞧的 不 你去吧 李公满上 李公满上 啥子没事 我知道我们老排长海量 想喝就喝 赵哥 差不多行了啊 我先回去了 赵哥嫂子 谢谢二位的声情 你别走别走 你坐下 我有话跟你说 就你的车胡乱话 我都能背下来了 你 你坐下 小何同志 你 你就是 不给你姐夫面子 给我和陆老师一个面子 再坐会儿 成 那我再待会儿 看看你这哥哥怎么闹酒 海量 真是不喝酒高 没错 没错 我借你一句话 真没见过酒后无缘的真君子 我今儿是打算做一个君子 做个真君子 我一句话不说行了吧 可我没帮助 我真帮不住了 太小姨 何阳同志 我这回我做个自我批评 我向你做个检讨行吧 姐 赶紧的 让姐夫回家 别在这散德行 受不了这个 行行 咱们回家啊 你别 你别走 我 我真有话说 你 睡什么睡 你 你总该少 你没 别走 派上 派小姨 派上 何爽 我对不起你 我真的对不起 我给你拘一大功 那天要不是我瞎搅和 东屋那位不至于耗到今儿可 小半了月了拖来这年 这么多日子了啊 我都看见了 一把屎一把尿啊 这一大姑娘家家 我跟你说 这 我真真难为你了 我 我真对不起你 我给你鞠躬 我正式向你道歉我 起开 你不是 好狗不挡道 小伯爷 我没罪 我没罪 你你你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不是 对不起 洋哥 东屋怎么回事 你给我说说 没法说呀 我跟你说 山田兄弟 这事不是你们官面上管得了的 愁死我了 梁哥 不管官室私事 你说出来 我心里得清楚啊 吃了吗 小河同志 早啊 老山同志 上班啊 啊 啊 金头奋起千军万 玉语澄清万里哀 奇迹发生的就是这么迅速 令人思索的时间都没有 人民警察不是跳大神的 也能取莫想要 不念皱子 不开药法 就愣是会治病 上车吧 这位爷 日后据我爸说 那天晚上 善叔跑到一海叔床前 什么也没说 俩人只打了一个照面 对了一下眼神 一海叔的裤裆就湿了 善叔扭头出了东屋 告诉我爸 让他回去踏踏实实 睡个好觉 说一海叔的病好利落 我爸说 邪人用正法 正法也邪 正人用邪法 邪法也正 邪永远压不了正 谁 谁 谁去 我去 我会变生 不行 你长得大鼻子 大眼睛 大嘴巴的 特征太明显了 我相貌平平 让我去 你更不行了 你说话都说不立了 你怎么去啊 让我去吧 我不像他们俩那样 你也不行 你太小了 话也说不太清楚 那 那谁去 谁去啊 谁去啊 我去 杨申哥 要不让我去吧 你长了眼睛跟没睡醒似的 也有特点 也行啊 是 是 他女孩 不容易被别人怀疑 对 行 就你了 那我去了 回来回来 你要记住 一定要认真 说得跟个真事一样 对 跟真事一一一一一一 行 我知道了 这孩子啊 一剃理发就闹 甭管谁给他理啊 没有一回不闹的 你动静就跟杀猪似的 也怪了啊 到你手里他就老实了 我看看 真精神 快跟阿姨说声再见 阿姨再见 再见 宝贝 来 宝贝 来 您请 来 您请 技术好的人有的是 人品再好 这可就难得咯 我这人可不惊夸了 大不了给我提个图瓢呗 怎么着 还是三期啊 给我理了这么多年头 还是老样呗 那我觉得这改改改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如果这样的话 那您得给我准备个小鞭子 再来一件黑裸小卦 那可就成老四喽 老四 哪个老四 您找谁啊 劳驾跟您打听一下 陆杰修是住在这院吗 陆杰修 陆校长 修修修 谢谢啊 还好 甭那么仔细 差不多这行了 我师傅跟我说呀 宁可让客人站着走 绝不能让客人坐着走 排队呀 不怕 等不及他下回还来 只要接了这个活 您就得像伺候亲爹一样 伺候客人 只有客人舒逃了 您自个儿才能舒逃 只有这么人呀 这辈子才能吃喝补仇 你才是个好师傅啊 那是个好人 我师傅跟着他爷爷 打小就在天桥落地 凭着一把剃刀闯枪火 就他们家那紫童盆啊 擦得都能照见人影 六零年 六零年闹饥荒的时候 当废品给卖了 可惜得了了 是啊 换了二十斤小米 我师傅愣着一口没吃 对对对 这脸的破事就要你记得 要不是你对谁跟谁念叨啊 我早忘了 瞧 啥人白天了吧 甭理的 没心没肺的东西 他是我大师哥 我师傅的儿子 我师傅啊 就在家看着他们家人 就喝着这小米粥 呼噜呼噜的 在旁边就乐着说 家里衬得再多 自个儿没本事 就是有做金山 也得有掏空了的时候 那天起了 我这大师哥 才开始好好的 上心学手艺 可是现在啊 还是一二把刀 我们老爷子这辈子呀 就带出小盒这么一个徒弟哦 正好 阿贝长 来来来 尝尝我拌的疙瘩皮 好吃吧 地道 地道 家有万贯 吃不起咸菜拌饭 过去那地主啊 都不敢给长工吃这玩意儿 窝头 棒的茬粥 一揪这个 吃起来没够 地主就吃傻了 香油都割好了啊 来来来 咱约四份 一加一份啊 够了 够了 你没去 以后自己办 想着割香油啊 谢谢啊 老板长 没事 吃这东西我方便 老板长 我家门口这煤球是怎么回事 是啊 刚才送煤的来我还纳闷呢 你们家不烧蜂窝吗 嫌火不冲 改煤球了 不是 谁叫的你不知道 老陆也没给我说呀 不可能是我闺女吧 我闺女在广东当兵 再说我搬家 她不知道地址啊 人家送煤的哪有单子呢 净土安六号 陆节修 一字不差呀 你们家老陆去拿点钱 给人家煤铺送钱去了 行 我后来问问她 好嘞 好嘞 这药吃还有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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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谢谢 贵长交钱摸我的老哥哥 不错 随后男队 你不是没看过老四吗 那是南霸天的家丁头 输这个中分头 两张票 你给你师兄 今晚看个戏去 红色娘子军 太谢谢您了 我活这么大 愣没见过 拿这脚尖走道他 真的 真的 小河 大妹妹 我还得谢谢您啊 有什么好看的呀 土不土 洋不洋的 还配个大裤衩呢 我不稀罕 你懂什么呀 这叫扬为中用 是不是您说 来 这个我也不懂 这是剧团的新剧目 我看了就忘了 您是搞艺术打开 艺术我可不懂 我呀怎么说的 就负点小责任 您这么一说呀 我琢磨过味儿了 您是干部 剧团的领导 什么干部不干部的 都是为人民服务 您认识康胜利吗 您能急死谁 您认识她吗 大妹妹 那一个剧团好几百号人呢 这位领导同志 怎么可能个个都 叫得上名嘞 你别跟着打岔 我没问你 老领导哥哥 您认识那辣小提琴的吗 她是我团的业务阶子 你说我能不认识她吗 你是她 我是她那个 八干子打不着一表妹 那这么说 她是你表哥 对 勉勉强强地沾上点亲 不过扯起来就远了 这个康胜利同志 你说你让我跟你说什么好呢 他怎么了 该管的他管 不该管的他也管 他说了他不该说的话了 他对创作上指手画脚 那他是干这行的 他该说的他就应该说呀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跟你表哥还真有点像啊 他自己的意见在底下 说说不就完了吗 他好啊 在大会上 当着领导的面 他胡抡呢 他说要给洪昌青和吴清华 设计一场爱情戏 还说这是革命的现实主义 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他说得挺好的呀 您想想 这戏要这么改 那多好玩啊 英雄洪长青 在大火中英勇就义 深爱着他这吴清华 然后其眼目睹这场面 从此就化悲痛为力量 老同志 这情节多感人哪 他这事闹大了 局里勒令他停止检查 你说他牛脾气还犯了 对检查他一个字都不写 他可是业务尖子呀 年轻轻的 摆个前途给耽误了 可惜了 老同志 您贵姓 月小头战小主 要不然你冲我来啊 弄千金没几号 洗澡们家门口 在暗地里搞破坏 算什么男子汉 甭跟他废话 这种人也算男子汉 就是的 垂他 垂谁啊 仗里你们人多是不是 流氓才打群架呢 有本 有本一对一 单挑 敢猫 一对一 瞧瞧你那怂样 我们哥几个 连胖还没碰你呢 你自己舌头根就软了 你打人都跟你似的呢 打不过别 就找自己妈来帮忙 你也不嫌含着 我妈那是不小心的 我又不是故意的 去你的吧 别告诉人废话 搁几个 快后边转 来吧 水达 水达 打 打他 水达 打呀 打他 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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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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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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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现在那么狠手啊 把人打坏了怎么办 他姐姐姐有动意的 山达 山达 快起来 来 干嘛呀你 陆小长 我们家的火闲着呢 真冲着呢 你要用赶紧用啊 我待会儿添霉 这就来啊 好 好 哎呀 这个鸽子丝啊 用酱油一泡 点上点醋再放上点蒜 还真挺好吃的啊 老梁不愧是 老梁不愧是酱菜厂的头 愣是把这么个不起眼的 咸菜呀 担得这么像 我提醒你啊 你别一口一个老梁 一口一个老娘娘 他救过我命 替我挡过枪子 你没看见 这院里院外的 都是两个两个叫的 我们虽然不是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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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圣死亲兄弟 生死这叫懂吗 懂 都是革命同志 弄得跟英雄好汉似的 真是 你个小知识分子 理解不了我们这个关系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 走到一起来的 对不对 梁哥也是为了革命礼仪 保护了你的生命 这一点 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然了 我们也应当知恩图报 行了行了 我说不过你 你愣是把这个 不沾边的事 给它说圆了 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来 就知道了 你们当警察的呀 除了抓坏蛋的 老本孩以外 说风凉话是一句 自打跟你结婚这么多年 我也是再熟悉不过了 你瞧瞧 你们上哪儿去滚去了 外面下着雨 你浑身是跟土猴似的 去去去 上外面洗洗 洗洗再进来吃饭啊 上外面去 上哪儿 这蓝得的谁啊 没 没得的谁 没得的谁 那蓝怎么回事 你就给我憋 今天撞的眼睛 明天撞的眼睛 后天还撞 把块子放下 你让孩子吃完了 再说不行啊 别走 别走 什么事 妈 你就说吧 没什么事 这事我都知道 他是跟别的孩子打架了 但绝不是什么地痞流氓啊 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解决了 解决了 你儿子脸上那伤 要能解决了 就没那么简单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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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胳膊 干什么呀 你轻点呀 发生了最多不少一个小事 蒙谁呢 事已经解决了 这是最后一次 我没还手 他说 他也不是见了 从人就欺负的人 这事已经完了 估计他也不会再早 找我茬了 吃 今儿大礼拜天呢 这孩子怎么没学起呢 谁知道 发生了老师病了吧 那玩意啊 学学都疼 还不跟老马学学料交实惠呢 既能锻炼身体啊 又能防身 你们这姐儿俩啊 真是姨妈生子 怎么说的嘛 轻点 别光顾自己啊 叫小姨吃饭 好 他都不饿 那咱们先吃 我都不管去了 不饿 我说 你妹妹最近犯什么病了 怎么不正经吃饭啊 前日子老叔这么一闹 他就鸡一对保一对的 这老叔好了 他都犯上病了 是不是该给他找婆去了 行了行了 该干嘛干嘛去 前一阵子 你还嫌折腾得不够啊 我当时不能再删好了 我说你 看也合适了 给他留点心 张了张了 牵一下大条 行了行了 你赶紧吃饭 不是 我这不是关心他吗 这么大人了 连好来话都听不出来 你没看见他最近都恶瘦了 他是我妹妹 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你是不明真相 他这个心里 妈 小孩都说了 那娇琴呢 就是一二傻子 是 这人肚子啊 他就这么大块地 心里装的事多了 胃力也就塞不进去了 那些傻吃闷睡的主啊 心里肯定什么都不想 就是那个 林黛玉吧 他为什么那么瘦啊 就是因为 我边有完没完了 不让人吃饭了 就是 还让不让人吃饭啊 说说说把资产 那封建的那些 什么才体家人 全给说进来了 你别洗了 这天你看不出来啊 洗完有地儿亮嘛 赶紧吃饭 乐什么乐 吃饭 我吃饭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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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远 你和小强负责炉子 声音稍微轻点 我和梁凡负责水缸 咱们各自为战 不准放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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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火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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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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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咱们 原来是你了呀 不学好 过来 跟你爸说去 我曾经你这个月 我喝着水服 今天我刚换的水 怎么着 又给你尿上了 我什么都没干 非让我带你化验去 好 好 没干 没干 老哥哥 老马 老叔 你们出来 什么回事 老哥哥 你问问 你这两个宝贝儿子 干的什么 你干什么了你 你自己说 不是 孩子调皮倒的没事 你说你拿着药 教我那炉子 你把眼睛熏了怎么办呢 你这 是不是你干的 你问你媳妇 和你儿子去 怎么跟你山叔说呢 老师 你先回家去 我有话跟你说 进屋啊 冷战 回屋去 走 停了 回 回屋去 进 回家 冲回这儿去 这 这 都给我看了 他业力 搞什么乱的 我不该抢小同学的东西 也不该先弄手 事情的起因 是由我引起的 我承担主要责任 在这里 我先良辰 良凡 两个弟弟道歉了 对不起了 行了 今儿这事就到这儿 不打不相识嘛 从今往后 谁也不准再提这个事了 到此为止 一块握个手吧 握个手 交个朋友 来 凌晨 今儿这百样不好 人家善达都主动成生错误了 你还要怎么着 你啊 我还困难了 走 睡觉 你快站住 你找坐是不是你 行行行行 行 两个 我跟你说 你跟我刚刚 孩子都有犯倦的事 你走走走走 来 握手怎么那么难的 刚才我听老陆一说 我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事呢也怪我 虽然这么多年 我编织在咱们所里 但是一会儿这儿借掉工作 一会儿那儿帮忙 教育孩子也少了 我也有责任 今后好了 这住一块 他们相互帮助 相互帮助 梁哥 梁嫂 你们看啊 这一千斤煤球呢 我们家也烧上了 炉子也浇灭了 不干净的水 我们一加三口也喝了 孩子的这脸也肿嘛 可梁晨 这恨还是没消 这梁晨同学啊 在学校里的表现 一直都是不错的 在这件事情 没有发生之前呢 我还真是没有想到 他在小小年纪 这脑袋瓜子里面啊 会有这么多歪歪点子 甚至个性会有这么突出 看起来咱们这些做家长的 对这些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握就不握 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角度上讲呢 强迫也不会有什么好借口 梁哥 梁哥 说了不握就不握 要是人把他剁了 我剁了你怎么着 梁哥 干嘛他小言 你看蓝牙片呢 还是听评书呢你 你给我坐下 干嘛呀 干嘛呀这是 这管孩子你说你 说你军阀作风吧 你还不爱听 什么叫军阀作风啊 就是不问根由的 胡作非为胡来一气 说了半天一句没说到点上 再加上个满嘴跑舌头的陆校长 陆老师 火上浇油的说了半天 你怎么不说让您自个儿啊 是啊 梁晨有梁晨的不对 他歪点子多 我们该对他严加管教 您陆校长不正的地方有没有啊 教训人的人啊 最好先教训自己 人之大忌再好为人师 说的就是你这种人知道吗 自己做得不好 千万别板个脸在别人面前一套一套的 明白吗 这你 你这 你这什么意思啊何闯同志 我什么意思你不清楚啊 我 清楚了吗 明白了吗 这个 这个我确实是 不小心 这这真是误伤 误伤 误伤 误伤你怎么不伤你儿子呀 不小心你干嘛不把善达脑袋 往柱子上撞啊 你这要拉便宜手你知道吗 你要是个家庭妇女护肚子也就算了 你什么职业啊 你能跟老娘们画等号吗 行行行行 小燕 别得里边让人了你去 不行 说我就把话说透了 因为这事 梁晨屁股肿半来月 坐回椅子咬三回牙 哥你儿子身上你会怎么样啊 你儿子黑不提白不提那他就是个傻子 我没孩子 我不知道怎么教育子女 这事搁我姐夫身上二话没有 上去先给自个儿子俩耳瓜子 然后再领回家 根本不问对方的错 只教育自个儿的孩子 这才叫足够的重视明白吗 我 我的孩子 我也同样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啊 这一点他爸爸可以作证啊 老赛 老赛你说话呀 你能先少说两句吧 这 你要是再不批评教育你自个儿的孩子 那你够可以的了 你不但不配做人民教师 你连做人都成问题了 人们长马教师比喻成园丁 依我看两码事 种花养草没种好来年重新种 小苗长歪了大不了咱劈才烧火 教育孩子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维持自个儿的修养不够 他手里的苗就惨了 我说陆女士 也许多了 你只能乱动 我维持到了 你去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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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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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